文夏雪姨梁洛诗终于复出了 近日,梁洛诗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工作第一天与儿子的合照 大方宣布复出 自从几个月前传出梁洛诗即将全面复出的消息以来 不少本丝是盼星星盼月亮 总算盼毁了女神亮相 就让我们一同来围观一下吧 这是一个很快乐的工作日 梁洛诗给自己和儿子的合照 配上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为了庆祝梁洛诗的顺利付出 家人还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型的庆功宴 梁洛诗的妈妈更是给女儿包了一个大红包 虽然梁洛诗并不缺钱 但来自妈妈的关爱 还是让她十分开心 大呼I love mom 有些新网友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细节 照片中的梁洛诗 手臂竟然和九岁的儿子一般出戏 对比她刚刚生完孩子的照片 简直瘦了两圈还不止 减肥的女生都知道 手臂是最难瘦下来的 看来为了付出 梁洛诗真的下了大功夫了 看到这 你一定很好奇 梁洛诗参加的究竟是什么活动呢 原来她参加的是某贵妇集化妆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现场的梁洛诗一身白衣搭配白色阔腿裤 披肩中长卷发搭配精致的淡妆 真的可以说是十分亮眼 这样状态良好的梁洛诗 小编不得不感叹 品牌方这次是挑队人了 而作为现场最受瞩目的嘉宾 记者的关照 自然也在所难免 更有记者直接在活动现场向梁洛诗发吻 你今年三十岁了 难道不想找个伴吗 梁洛诗和富二代李泽凯的上一段恋情 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而这记者这么一问 自然也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好在十六岁就出道的梁洛诗 很擅长应付记者 只是和他打折太极 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但是这个记者仍然紧追不舍 家里的孩子没有催促你拍拖吗 没有催我拍拖 倒是常常催着我拍戏 只是一句话 立刻显示出了梁洛诗的超高情商 由此可见 梁洛诗的三个孩子都十分懂事 很支持妈妈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见梁洛诗一谈到儿子就这么开心 现场也有记者询问梁洛诗 是否会带着孩子拍亲子综艺 梁洛诗则很快不认了这个提议 想来也是 到现在和影 都还会用头发挡住儿子的脸的梁洛诗 怎么可能会让儿子上曝光度这么高的节目呢 这一次复出梁洛诗选择了和安置了 Baby熊大林的经纪人Kin在世前缘 虽然信息还未敲定 但从梁洛诗的实力和经纪人Kin的资源来看 这应该会是一部值得期待的作品 不知道你们觉得 女神这次会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正式回归呢 antes了